你 哈喽大家好我是喜松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的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的就是这个雪州的希盟的老二呢 不知道是哪个政党的啦公司党还是神兴党啦总是是马来人就是了啦 然后他今天呢就公开的建议说呢 现在这个新骨毛的补选要来了嘛 他就说现在这个新骨毛的选情了是非常的紧张啦 因为这个新骨毛的马来选民过半 所以他就建议了他个人的建议啊 这个新动党可以考虑了派一个马来候选人来打这个新骨毛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得到比较多的马来票 然后胜算就可以提高一些 在这里我先说一下 这个新骨毛的上一任这个走一眼是一个华人 是一个女性 是这个李季祥 然后他不幸这个癌症去世了 OK so 针对这个雪州希盟老二呢 他的这个建议呢 我就想做一期视频来分析一下 我先给出我的结论啦 我觉得新骨毛这个选局啦 这个希盟呢就算是派一个马来候选人下去呢 我不见得会有任何的帮助 OK为什么我一样样跟大家分析 OK 现在的情况啊 其实是 华武两极化 我必须承认的一点就是 2024年的今时今日 华人跟马来人 华武两极化比19还要严重 这是一个事实来的 就是呢 马来人 会更加坚定的要支持国盟 然后华人会更加坚定的支持 这个希盟 And then 讲到这里可能有人想吐槽我 现在很多华人不愿意支持希盟 OK 无所谓我知道了 但是呢 我只想告诉你华人跟马来人之间 那个族群的关系 是越来越两极化的 这一点我相信没有人可以否认 OK So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你现在你希盟派出一个候选人 甚至是来自行动党的 大家都知道 马来西亚的这个马来社群的普遍上为这个行动党贴上了非常不好的 表现跟魔鬼没有两样啊老实讲 你现在不只是希盟派出一个候选人 甚至是行动党派出一个候选人 即便你派出的是一个马来候选人 你觉得对马来社群有任何的帮助吗 不见得 我老实跟你讲不见得 你随便抓一个普通的马来人来问 如果行动党派一个马来人出来选 你们会比较仔细一点吗 你就知道答案了 而且呢 也有例子可以给你们参考的 就比如说 在 单中BI补选的时候 也不用不只是补选 就算是 119大选都好 单中BI过去 最几届都是 黄日升 去选 然后他已经连赢两届了 补选那届了 算一届了 然后119算一届了 然后他的对手 每次都是 马来人 而且单中BI是一个马来人的区 你看 别人有赢下来吗 509那场不要讲了 我讲的是这个补选 还有这个119 都没有赢下来 然后你看 马来人宁愿支持 黄日升 国政的华人 都不愿意支持 西蒙的马来人 这是一个例子 然后第2个例子 就是 我老家巴洛 我老家巴洛 在去年的周旋的时候 就是 马来人 谢我骂 原人走远 对于雷道 马华百年人才 李廷汉 华人 我那里 马来人也是多个华人的 可是到最后 马来人 他自己都不要投 自己马来人 他宁愿投 国政的华人 李廷汉 如果 在 去年那一场 这个 罗佛周旋 这个 巴洛的周旋局 如果 巴洛的马来人 是投给 谢欧玛的话 李廷汉早就输掉了 OK 所以 我就举两个例子给你 罗佛的两个例子 一个是 还有一个就是 巴洛 现在莫说是马来人 对垒马来人 就算你 西蒙派马来人 对垒到 国政还是国盟的 华人 他们 也宁愿 投给 国政的华人 都不要投给你 西蒙的马来人 所以 我想说的是 已经是 今日 华武两极划的情况了 马来人 是不会 吃你这一套的 我 重点的 总结一句就是 你西蒙 尤其是火箭 你就算是 派 马来候选人下来 马来人也 不会买你 这样的我斩钉截铁 再说一句 OK 好 So 我已经 结论了 就是 我不认为 这个 薛州 西蒙老二的 建议 是有 建设性的 我觉得是 无助于事 OK 好 So 我另外给我的建议了 其实我个人是认为了 这个 学 新骨毛这个补选 最适合的是 派一个 印度候选人 当然我知道我这样讲 可能我会得罪很多 新骨毛的华人 甚至我会得罪很多 新东党的基层 我只是提出我 自己的分析了 OK 我现在没有官智 我也没有党智 我是一个自由生 OK 好 So 我是没有任何的包袱了 我只是想 讲我自己想讲的话罢了 OK 刚才我已经说了 你派 埋人下来是没有用 OK 你不会增加买票的 可以死掉这条行 但是如果你派印度人的话 情况就不一样了 新骨毛这个选须呢 我之前我几个 视频我就分析了 印度人将会是造王者 印度人呢 他如果有过半还依然抱着西蒙的话 西蒙可以过关 但是如果他少过一半 没有去抱西蒙的话 他们不投票或者是他们 去抱国盟的话 这个新骨毛就完蛋了 OK 所以印度人是造王者 我之前我还很担心 这个拉玛撒米会派一个印度候选人下来 搅局 但是好彩 他已经说了他不会派人下来 因为是属文的嘛 他应该也不想浪费钱吧 这已经是不信忠的大信了 OK 如果拉玛撒米真的派一个印度人下来 把印度票分散一半就完蛋了 OK 好 So 现在呢如果拉这个行动党还有这个西蒙 派一个印度候选人来 是有很大可能的 可以 保住过半的印度票 OK 讲到这里应该很多人要丢我做鸡蛋了 就讲 哎 你讲完马来人讲完印度人 我们华人 我们华人还是最重要的 你不过我们华人的感受 所以我留到最后亚洲来讲 OK 当然 我只能说了 现在还会支持西蒙的 主要也是华人跟印度人 OK 老实说一句 华人对西蒙的支持率还是蛮高的 虽然没有958这么够力了 但是85还是有了 因为 因为 华人 是 最了解大局的族群 华人是 最了解 这一个国家不能交给 国盟的族群 华人很清楚 现在除了西蒙 其实 这个国盟是没有办法取而代之的 如果取而代之的话 这个国家就没有未来了 就是这种种的因素加起来 就算有些华人现在是不满西蒙 其实 都是倾向以会继续支持西蒙 这是一个事实 并不是说华人的支持 就理所当然 我只能够说 华人看待大局 的观念 的 看法 会比较 全面一点 就不会说 我为了一个意气之争 我不要投票 或者是我投对面 比较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 我老实说 如果到最后 行动党者派一个印度欧选人下来 虽然很多华人会觉得 哎呀 你们忽略了我们华人的感受啊 为什么不给回我们一个华人啊 但是 还是 绝大多数华人会继续支持这个西蒙 也许会流失一点点 但是我刚才说了 华人是最 顾全大局的 族群 所以 为了顾及 顾及这个大局 他们还是会支持这个西蒙 反而是印度 除群呢 你有没有派个印度候选人来的 那个差别就很大了 至于马来人那边是完全 闻风不动 好 这只是我 阿聪 个人的粉丝 就算 有人想要骂我 想要丢我兽鸡蛋 也是冲着我 从一个人来的 我后面不代表任何的政党 也没有任何政党 想非我代表 OK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